警方以危害国家安全公开表明有意取代香港民族党 事件引起社会极大迴响 大概30个民间团体发表联合声明 验责警方无理打压公民结社自由 李家超濫权 保安局可持 李家超濫权 他们不满警方濫用权力 以政治手段打压异见人士 这次事件可怕的地方 在于香港民族党不是一个注册社团 但是仍然受到社团条例规管 而李家超甚至表示原因 因为一个人以上的组织已经是社团 这样是扭曲了社团条例 令他的监控权力抗置无限大 其实昨天很震惊 就是民族党公布了警察提供那七百多页的档案 我第一个担忧就是原来是警察方面是处心积累 对于某些团体某些个人 是开立一些档案和长期的监控 细节度是去到陈浩天很多的网台节目的 都是有逐字的记录 我们相当担忧 其实这种监控 已经等同于斩检式的二十三条 已经来临香港 认为民族党如果被取缔 一旦开了先例 日后将会有更多已言入罪 无理打压异见人士的事件发生 政府是用这个社团条例 用这个国家安全这个这么大的罪名 去取替一个组织 是97年以来是未曾试过的 其实这个就是用一个牛刀去杀一只鸡 大家都知道陈浩天 或者甚至所谓的民族党 其实是绝对绝对 是没有可能影响到 或者威胁到国家安全 政府这样做 其实就是这个可能 今天就是陈浩天 明天就是你和我 变成了香港就是成为一个 以言入罪 市民是完全是没有结舍 没有发表言论自由的地方 我想问一个问题 如果是这样 香港和大陆还有没有分别 究竟我想问一个问题 一国两制重存不存在 那如果政府亲自自己去摧毁一国两制的话 究竟我想问 违反基本法的 究竟是陈浩天民族党 还是港共政府 另外他们将会参与民阵星期六发起的游行 有呼吁市民一定要站出来 抗议政府考虑取缔民族党的决定 Live TV记者谭丽媒报道 请问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